好,刚刚我们已经讲,整数力的追踪的时候的速度 瞬间微跃的时候,那个瞬间的速度是怎么样 那我们先来看,同样的 直连在做整数力的追踪的时候 那它的加速度有什么特征呢? 一样,我们被直连在半天R的地方 到领圈做整数力的追踪 是不是? 那它的瞬间的加速度,等一下会加速度 那股也依照基本定义 那加速度的基本定义是什么? 不管任何运动,你重择自己 行进心理的运动,妥能的,或者其他的方向 我们更能运动,它都可以追踪 这就是基本定义,对不对? 那什么叫做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速度对时间去变化 那假如你是要取瞬间 那你就DNA去继续,你就变成取维分 所以意思上就是这个我们前面教的 速度对时间去变化 然后你瞬间就离别DNA去继续 那符号上你可以用速度对时间去继续 OK,好,那大学会用这个方法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证明加速度的特径 可以哦 那高中,因为我们高中到现在 只有教你一点点维分的观念 没有教你完整整套的维分的观念 尤其是像这种向量维分 这样有种意思 所以我们不用这个方式来证明 不用这个方式来证明 而是用这里的方式简单的观念 什么观念,当你DNA去继续的时候 你的速度有没有从这里跑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位置有没有在这里 那速度是不是在这里 速度是不是在这里 所以今天方向 那跑到这里的时候,末数在哪里了? 速度是不是有点切切,就在这个位置了 这是我们末数 所以依照你的这个定义 你的DNA唯一就是等什么? 末数减初数嘛 我把这个画出来出来 初数是不是在这里?这是初数 那末数把它平移 末数是不是在这里? 那什么叫做DNA唯? 我画出的方式是不是就是DNA唯? 对不对? 那一样,这个DNA唯一这个大小是多大? 我利用这个,这个角度是DNA细达 对不对?你这里转DNA细达 这一样这个速度转的角度也是DNA细达 然后这个长度是不是就跟我浮产 这一段浮产也是接近的 所以这个浮产,你这个DNAV 就会等什么? 这边其实道理上就是我们的RDNA细达 不过注意点 这个R指的是这个的长度 不是一定是半径 所以这个长度大小就是这个速度的大小 所以问题不是R,是什么? 是这个V,这个速度的大小长度 V,这也是V嘛 OK? 所以就变成V的DNA细达 所以这个大小长度 你这个速度大一点,你就长一点 那你这边就长一点 这个大小是指速度 OK? 是不是等到这样的情况 一样,把这带过去 所以你的瞬间的这个速度 可以直接取变化 然后取利用DNA细达 这个DNAV 就会变成V的DNA细达 那这个V指的是大小 那这个大小是不变的 大小刚刚我们前面有讲过 所以这个V又可以怎么样? 这么起初,起初 那就剩下后面的这个情况 好,一样,这个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就去打D,对不对? 然后这个取为分身 好,这个又是什么? 这个Omega 所以这个就等什么?V的Omega 了解一次 好,所以这个V又等什么? 刚才V是不是等于ROmega 所以这个又等于ROmega 这个V的Omega 就加一个Omega 然后这就R的Omega是什么? 这个平方 这样了解一次怎么样? OK 所以 从这样我们了解 运动量的基本意义以后 也了解向下处理方式的时候 写绿练的时候 就是没有向下处理方式的能力 那我们这样有以后就发现 等处理人员做运动 不是加速度的原因 有加速度 OK 而且它的加速度 如果有一个特性有什么特性 有什么特性 是为了什么? 就是ROmega 只是它的加速度 从这里给发现 它是在向方向 每一年 在这里的时候 向方向就是向下 在这里的时候 向方向是向左 在这里的时候 向方向是向左 在这里的时候 向方向是向右 所以就出现在这个情况 它的大小是不变的 没错 可是它方向是会变的 所以它等速度的追动 可贵说是等加速度运动 等速度运动 可以说等加速度运动 不行 OK 等速度运动 或者说等加速度运动 那什么意思 等加速度运动 三个就是公司不一等 五位你来等 等等的五位平方 等你 那个可不可以拿在这里 不行 什么意思 有没有懂老师意思 最老师在交流物理人员 是在强调你 要讲什么基本定义 跟公司 好 所以回头来 什么意思 我得到了加速度 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啊 回答平方 那 常常有些粗疼 考到后面很刁难的 有些考难难的 甚至我们后面会处理第五章 第六章 会处理行星运动 行星运动 有种怀念 它会处理到 有个行星在绕口园的时候 问你那一点的加速度怎么样 他问你 这时候你可不可以再 啊 我回答平方 不可以 为什么 至少一定要考虑 不可以吗 固定可以用 但是我想固定可以用 为什么 因为我们推倒这些结果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整枢力量 才可以用 是圆的 那讲你是椭圆的可不可以用 不知道 我们只能讲不知道 了解意思吗 好 那 问你加速度的这个定义可不可以用 可不可以再丑言可以用 可以啊 因为这个基本定义是任何运动都可以用的 所以很多人物理而不好就是没有掌握这样的要乱备工资 因为加速度的全部都可以用 有速度的全部都可以用 了解意思 没有 掌握那个基本观念要更清楚 但是在这边又因为我们V不是等于R Omega 对不对 Omega就会讲到哪 这边等于R分之V 把这带进去 这个很常用 带进去 所以A就会等于什么 R 可以说R分之V 会等于R分之V 所以这个又不会很常用 所以建议这两个同事都可以 好 OK OK